到了确定的轨道 有的到确定的轨道 它有的没有不中责的话 那么你可以有办法来什么 先进它 那么然后呢 它跟m的关系什么 就是大的m的等于什么 小的m的h 在这一方向投影 在这一方向投影 那么这一点是决定的 就是几方向投影等于什么 等于所有小的电子的 在几方向投影的加合 因为在一个方向上 它就加合了 不是数量加合 是一般的数量数的加合 那么然后呢 就是说 它的一个就是说 这个大的一个 总的分子 在几方向投影的 就是等于什么 等于m的 也这两个字 一个正m的 一个负m的 所以一般往往我们 有这样的办法做 它们是说的 抛力原理性质 我们把小的先加起来 有多少数可能 然后再看看 在这种可能里面 应该包含哪些大的 就哪些 这个 这个lm的 先考虑 十一方向的 把十一方向加起来 因为这个数字加法 是唯一的 把它加起来 看有多少种可能m 然后有多少种可能m 再来求什么 求它的大lm的 求它的大lm的 就它的lm 好 那么这个 这个是什么 就是说 跟原子的 跟原子是一一对应的 一一对应的 那么还有 自旋的 总结动量是什么 是什么 是轨道的跟什么 跟自旋加合 我们这里也是 轨道跟自旋加合 那么它的数字 也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数字呢 是包括什么 所有的data 加 所有的lm的 加s的 可能者 一种相加 一种到什么 到相间的去对整 这个就是 适量价格的 一般方法 这我们在 上一期呢 我们专门讲过 我们就是在 回一下 给大家回一下 回一下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对B小的分子来说 它无比什么 就是 都是什么 都是充满了 那充满了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 它这个 小的原子 小的这个l 就是什么 就是限制的 有一个在正的 有一个就在负的 那么分子轨道也是这样 到了分子轨道也是 如果你是 这个充满的 那么你 它的什么 它的lm的 里面的 这个m lm的 是什么 有一个 有一个就在负的 所以它的加合 就是你lm的 看上去两个都 可能是什么 加起来可能是210 但是由于 它的分量 都在什么 都在 那个上面 比如说我们说 一个sigma轨道里面 两个 sigma轨道里面 两个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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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sigma轨道 它是零 那么我不能 如果π轨道里面 π轨道里面电池 那么它的什么 这个是π 它的lm 小lm 等于 小lm 那么它的mlm 等于 等于 1 负 1负 好 那么如果你四个电池 都充满 那么 照你四个电池 加起来 它将来可能 大的lm的 可能有4 一加一加一 最大可以4到4 但是 如果你是充满在这里的话 没有的 为什么 因为它的mlm 加起来最零 为什么 因为mlm等于四个电池 这些想加 那么两个正义 两个负义 加起来 这个lm的lm 所以m的lm 它对应的是什么 大的lm的 也正能等于什么 等于0 因为大的lm的 等于 mlm的 最大值 到什么 到这个 可能的最大值 到最小值 那么这样 它这个 所以对π车道里面说 我们不需要 用什么 适量加和等于一些办法 我们这些可以来看 这比较 它肯定是什么 大lm的等于0 是sigma的 那么s呢 也是了 两分之间 负两分之间 两分之间 也是等于0 也是等于0 所以对π车道里面说 总是这样 所以你应该说 对很多多电子原子来说 它内部π车道里面说 对它的 就是说分子光波价的贡献 最后是什么 都是等于0的 它本身就是这样的 那么 比如说 同学上学这分子里面 我们还可以加到对称型 这是我们上学讲的 那对开车程来说 如果是lm的 这是一个单电子的 叫什么样 那么它就是它 因为它内部的电子 没贡献的 就是它的 那么 如果又不等加电子出现的话 那么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适量加和规则 所有的可能性都会有 为什么 因为它的m lambda是不受限制的 所有电子m lambda都可能有 都可能有 所以它的主要情况是最后层面 那么如果又是开车程 又是什么 又是相关的 我们的相关 就在同一个轨道里面的 又是开车程的 叫π2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 那么我们要按照poly原理 我们把它所有的可能 六个状态都做出来 然后把这可能状态里面的 可能的lm lambda 可能的大ms 你做了状态 去那个什么 那个slater的表 这个规则 然后这表里面 我们把什么 从大小 把可能的光谱价取出来 要注意 这个是取的是什么 对于s来说 ms来说 它是什么 0 1 0负业都要取的 都要取的 但是你对什么 对这个 就是说 对ms来说 你说1 0负业都要取的 某一样 但是对什么 m lambda来说 它取什么 这取一个 正的取一个负的 这取一个正的负的 所以你看 我们这样一个路由状态 我们取的时候怎么取 先去m等大 m lambda等于2的 那么s等于0的 就在取这项 那取这样的时候 你不要取1 2 3 像做原子一样的 不能取的 正能取什么 取1 3 就是说m lambda等于什么 1等于负业的 那么它主成什么 主成个lambda 这参lambda 这参lambda m lambda是这个 去这个 1跟负业 1跟负2 2跟负2 去这个 2跟负2 去上面取越 下面取越 到达什么 lambda等于2 那么s是什么 s等于0 s等于0 所以再到第一个谱项 第一个谱项 那么这个谱项以来 你把两个取掉了 这两个也取掉了 那留下它了 那么这个 正能取S0了 我们当时 正能取什么 lambda m lambda等于0的 那么m lambda m lambda等于0的话 那么s呢 是什么 最大的什么 s叶 所以这个取的时候 要取一项 两项 三项 因为s叶的时候 它ms可以等于什么 叶0负叶 那么取上下 1 0负叶去掉 那么它说什么 lambda等于1 s等于1 就到这个状态 留下来就它了 对它的时候 当然最简单了 lambda等于0 s等于0 因为什么 m lambda等于0 ms等于0 所以它这个就这样 所以对 这个就是这样去 这个就是同颗电子 或者叫等价电子的时候 就比较复杂点 否则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这版本来取 我这把上一些东西 给大家复杂一下去说 那么有了这个不同能界以后 那么我们要看它光谱的时候 就看什么 看它旋律了 看它旋律 那个旋律就是比较简单 第一 data s的0 就是在分子 接受光子产生约圈的时候 它支旋律不会翻转的 支旋不会翻转的 所以这样呢 这个很快的速度里面 不能不会产生支旋翻转 所以它data s是什么 data s都会等于0的 data s 那么data lambda 就是说 总的分子矫端上 它是0正负业 0正负业 下去 那么将来就是说 没有什么 没有就是sigma到什么 到data就有钱 sigma可以到π π可以到data 但sigma到data有钱就没有了 没有了 好 那么另外对称性的方面去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是sigma正 这个对sigma状态有了 sigma正到sigma正是可以的 sigma负到sigma负可以的 sigma正到sigma负是不可以的 那么同样你们可以想象 上一支分子要产生某结局 就在建筑上的某结局 那么建筑上的某结局 跟这个对称性来讲 它的最后结封应该等于什么呢 因为这个建筑上的某结局 对这个 在分子平面上面对称性来说 它总是对称的 那么它中间是对称的 那么前面两个波犯数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对称相同 psi 这是一个mu 那么这个是什么 对于分子平面的是总是对称的 那么要求这两个波犯是什么 底涛不等于零 那么要求这两个波犯是零下等 要么大家正 要么正 要么大家负 因为正正正的正 负正负的正 所以这个完全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要满足这样的什么 这样的就是说旋律 好 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分子的对称性 那么反正有对称中心的分子 要注意 这个要与对称中心的分子 比较同样相同的分子 那么这个要满足这样的条件 满足这样的条件 就是对称中心 对称中心 那么这个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看 我们的我就没有 那对称中心来说 这偶尖一句没有什么 一个是反对称的 因为什么 对称中心一句做的时候 它就变成什么 变成这个来了 通过一个I 它就变成这样了 那么正好是什么 相反 所以这个是什么 对称中心来说 这偶尖一句是负的 那么要求Persize什么 要么正负 要么什么负正 为什么 正负负的正 负正的正 所以这两个 可以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讲的 它的阅签要就是什么 要就是 这里的U到G U到G 这个U到U是不可以的 G到G也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所以一般我们对养分子来说 我们可以发现什么 发现 就是说 这样一个强的血受带 强的血受带 那么这样一个什么 一个落实血受带 这是他们的阅签 按照雪人定是什么 这个按照雪人定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那么这个按照雪人定是什么 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但是呢 它也会产生很多的 很多的 那个这个 这个U 这次也是这样的 到底怎么呢 就是刚才那个 这个金汉又问我了 就是电子光不6000 你严格说 你按照静态的来做 看它出态 比如上一只分子 它出态 就是养分子 它没拨击击的 那么到了什么 到了那个养离子 它 你去看看 也不定有恶意去 因为什么 因为π 轨道也是个对称的 电子分布的 但是我们的光复做的时候 是什么 电子光不6000的时候 你如果连接来做的时候 应该6000的时候 要含时间T的 那么 因为电子在1000过程中间 它会带着什么 轨道变化 因为什么 因为你 实际上一个轨道 电子跑掉了 按照解写率方式的时候 你会发现什么 所有的轨道都会变化 都会变化 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间 它会产生什么 产生 电子什么 电子偏离 它不可能保证 在整个月线过程中间 保证什么 所有电子分布都很均匀的 所以它会产生什么 所以像这种 即使看上去 初态和中态 某些续不变的 它也会有很多的 但是这个是很强的 这个很强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这个电子光部里面讲的 这是这不过 唯一对光部强弱 会产生影响的 你电荷转移 很明显的 那么光部很强 如果你初态中态 电荷转移不明显 甚至没有的 它的光部可能会弱一点 会弱一点 那么刚才讲的是什么 是养分子 那比较简单 那么对多元子分子来说 对多元子分子来说 到底是一样的 到底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把电子 排到什么 它的分子轨道 然后这分子轨道 把它的主态排出来 排出来 排出来按照这个主态 用它的不可以表示 来什么 来比方向这个 这些做出来 做出来一个总的 它的符号 就是什么 就是它机态的 光部箱的符号 这个光部箱 对我们来看看 对机态来说 对加圈来说 它是什么 它是汤机上面 这个Sγ键 是有两个电子 那么汤机上面 Pi键有两个电子 还有什么 垂着汤机 垂着这个Pi键的 另外一个 就是说 仰上面 有个P的固兑电子 然后在什么 在接发泰上面 是 Pi接发泰上面 是零个电子 为什么我把这个写的 这个我跟下面比较 这个零个电子 原来应该是没供写的 好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个加起来 它是个AE 它是AE 要注意的是这样 不管怎么样 一个轨道里面 有两个电子的话 它最后总是AE的 对吧 因为什么 两个字级的 不可以表示 像乘的时候 乘出来总是AE的 所以这样 这也是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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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最后总是AE 好 那么机态是什么 机态是AE 那因为什么 这是AE 机态是AE 好 那么地下状态 我有个电子 从固定电子 从P 又线到什么 又线到π星 这样π星 好 那么我们来看看 PY是什么 PY是B2的 你看看 它这里Y吧 Y是B2最深性的 PY Y方向的 B2最深性的 B2最深性的 好 然后呢什么 样化的信号是什么 是所谓B最深性的 B的 样化的信号 是所谓B最深性的 是B最深性的 好 那么这样 这是π 因为π所以B最深性的 那SIG是A的 π是B 那这样来呢 就得到什么 就是说 B里面有电子 B里面有电子 B2有没有电子 那么它解放态的 什么 普相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 我们这两个A 两个B 这两个就实际上 你不做也没关系 都是A了 那么最后留下的是什么 B2最深B B2最深B的 对身性成出来是什么 是L 所以第一阶发态 表示什么 是L G态是A1 第二阶发态是L 那么好了 它的阅签是一个什么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这个ψi 比较 Psi i Psi j 对吧 比较 那么这个是比较是A1 这个是什么 是L 一个什么 L对吧 对 第一阶发态是L 那么 关注看中间偶结局了 那么偶结局 代表什么 如果保证 这个上个 这阶 如果等于A1的 那么它就 光不及现实就有了 就强的 如果不等于A的 那么就什么 它光不及现实就没有 或者就弱 那么 这就看那个偶结局了 那么对这个偶结局来说 它是什么 它有三个方向 有μx μy μz 那么你这个把三个 B1 B2 A1 带进去 试试看 B1 B2 B2 带进去 我们可以这少少 不知道这个结果到底怎么样 好 那么它是什么 B1 B2 A1 所以这三个带进去以后 你看 这三个带进去以后 都不可能保证什么 保证它等于什么 等于A1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内积层车的 已经是L了 那么L起乘B1 肯定不会带A1的 L乘B2 也不会的 L乘A1 也不会的 也不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有这个固定电子 到这个一个圈 有固定电子 应该清楚的 这次发现光复也是很弱的 也是很弱的 也很弱 所以这个对多元素分子来说 还是也是可以用这样的办法 来表示 来表示 那么将来我们还会发现 对多元素分子光谱 大家要知道 如果除了光谱向符号以外 前面还有什么 放个X X代表什么 因为很多这样的A1也可能 就用X表示什么 表示它是机态的光谱向 然后相同支旋多中度的 那么用什么表示 机态用ABC上去表示 后面是什么 对色性符号 前面AX ABC 这就是什么 跟机态相同的 支旋多中度的 然后跟机态不同多中度的 是用ABC的表示 用小写ABC的表示 小写ABC的表示 那表示什么 也是机态 但是它跟机态多中度的 不一样的 那么同样我们做反射顶和锡 也可以来什么 也可以通过这个办法来做 这数量度有了 我就不理个讲一讲了 最后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结分 来看这个 MX Mui对什么 对机态的贡献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就是说 电子光不像 它肯定能界比较大 肯定会带来什么 震动 然后就是说 我们这个叫什么 叫普代系 因为每个阵都是普代 一系列的普代 排起来就叫普代系 那么将近几个 我们就叫普代系 那么我们再看看能量 那么按照这个能量来说 它应该包括电子能量 再加上什么 两个振动能量 这个振动我们用什么 非学性的来给它看 那么有的人说 我也可以加上转动能量 就是你不做 我用钢性转子 把它放上去 那么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光谱 能够什么 有这么大的能量范围 而且有那么好的分辨力 你想想看 那个要几个电子 那个转动怎么 转动的坚异就怎么 在十个波数 在十个波数 你正弄一些几千波数的能量 几千波数里面 十个波数 十个波数 它分辨力可以 那么就是说 电子光谱要几万 十几万的波数 而且所以电子光谱 我们不用波数来表示 到过来用波产来表示 到过来用波产 或者用电子波来表示 因为用波数表示 但是数字太大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我十二厘米的复约的波数 还能分辨出来 分辨不出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转动就不去考虑了 就考虑什么 电子跟什么 跟震动能界 那么有些吸收光子的波数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代表什么 两个电子能界差 都是从震动什么 就是从 不要 我一双线式分之为威力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1 μ1代表什么 μ1代表这里的 到这里的 代表这里的 那么留下来差别是什么呢 留下来差别是两个振动能界之间的 这一切 这是两片的我们是机态的 一片代表什么 代表激发态的 这个激发态要注意 这个激发阶态不是说 我同一个电子能界里面的 激发跟激发态 是代表什么 一个代表什么 一个代表激电子能界的 这个振动 叫V两片 一个代表什么 一个代表激发态电子能界的 这种V叶片 所以是V两片去减去这个V叶片 那么这样来呢 我们然后呢 又把它什么 把它这样归 因为这个设置我们完全可以 把它写成什么 写成功一个什么 一个零点能向减 再写成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说 上面的波数减零点能量 我们还记得吧 我们原来是什么 0V等于0到V 这个有些 它的能量公式可以写成什么 写成它 先A减V减B 一个平方的吧 A就等于什么 等于Omega加什么 加Ki 加OmegaKi 一个字就是OmegaKi 所以我们把这个什么 把所有两个零点能都摒到这里来 那么也就是说 我现在的这条线 现在这条线 就是μ00代表什么 代表这条了 μ00代表这条了 已经把两个零点能什么 包进去 就是说把这两个零点能 零点能应该在 这个零点能 这个零点能 就是两分之间的部分 都什么 包括就下 留下就是V变化 V两批变化了 变化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你可以在 那就是说 这个代表什么 代表V 原来E的 再加上两个零点能 结发态零点能 减去G态零点能 我们就到了这样的结果 这样结果 好 那么这里面的 A比就是什么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数字 A就是代表 G态零点能 它的震动频率 跟飞泄性系数 两片代表什么 G态零点能 的震动频率 跟这个激发性系数 感谢观看